今天来了一位自学二胡的大爷 看看他们交流二胡心得 你老夫老了好多年 先和大爷韩训一天 规范 就是一些脂肪 运根 对对对 因为我们都是自修的 自修 对 这个是垃圾的 它垃圾好不好的 二胡怎么拉的好听 来听听大爷和佳佳的交流 好人不好听 给大家手指一个 对 手指 有的那个线 我在这个里头 对 我听不得 对对 那么不好听 一般是我线就是你看 我的指头尖尖上面 你这个地方要一件罢了 对对 有点线 我们这里都一件 是的 有的就是这个里头 我拉的好人都是不好的 对 所以我线的就是 指头接触线的位置也很重要嘛 你如果接触到锅里 它硬硬抱着 手要面积太大了 一般上那个手指就是 对 都是锅鱼盘 对对对 然后都在这个尖尖上 都在尖尖上 是的 都在尖尖上 有时候恶夫 你没有发现落雨的时候 你的恶夫的音色就很闷 很闷 爱护平时怎么保养 它落雨的时候 我把它一躲开 它锅里都是 都是虚的 你要像你的木头 跑到水里头的声音 肯定就不好听了 但是过分的肝脏 人也也也不好听 所以要放到那种吞粉的地方 就好一点 要是太湿或者太干 对于额夫本身来说的 对于音色影响也会很大 但是晚上 你不拿到 你也有这个东西把它扎一下 那个叫若印锡嘛 就是扎到夹子过来 扎子这个地方呢 扎子感受到这里的压力 对 感受过你的压力嘛 但是我一般都忙硬了这东西 我就是不劳当 我就包到收起来 还放在镜头里 音响也不是呵呵打了